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女儿她手机因为我的密码她知道 乔师傅介绍 暑假期间12岁的小女儿已和她们住在这里 她一问女儿才知道钱被人骗了 她就不说 就是了 我说的这个钱怎么搞的 大女儿回来跟我说的 翻起来跟我说的 她说100块反外17块 200块反外27块 怎么加上我不知道 乔师傅两口子不太会用手机 事发后 大女儿从外地赶来了解了情况 发现是小女儿通过一款社交软件参加所谓的活动 把钱打给了别人 至于是通过什么途径找到对方的 小女儿不愿意说 你们我没曾成过家为好以外 你女儿跟她说的什么 在家费力我的话 然后发了这个 记者通过聊天记录看到 8月20号上午 乔师傅的女儿通过社交软件给一个账号发送消息 对方回复了活动规则 并提供了转账二维码 乔师傅的女儿给对方转了100元钱后 把微信收款码提供给了对方 对方发来一张转账成功截图 表示已经给乔师傅的女儿转了1300元钱 但实际上钱并没有打过来 对方假装一番查询后 又发来一张截图 表示是乔师傅的账号被冻结了 需要参加另一个验证解冻 随后对方发来一张收款码 说是要在金额处输入9999 还说这是虚拟支付 不会成功只会失败 结果乔师傅的女儿成功支付给了对方9999元 从聊天记录来看 这时孩子已经感觉到不对劲了 而对方再次以同样的方式 让孩子重新验证解冻 并表示会返还3万块钱 最终乔师傅的女儿 又给对方转了9800元 此时对方依然表示没有解冻好 并以自己家人承诺 出问题私人转5万到账 需要乔师傅的女儿 再转19999元进行解冻 这次乔师傅的女儿 没有再继续给对方转账 但之前转到对方账上的两万多块钱 已经拿不回来了 聊天记录你看过没有 我们俩都磨死 我们拿有功夫开 我们磨死了 乔师傅到宁波庄桥派出所报了警 警方已经进入调查 1818红金一人记着报道